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律師 郭德田 郭律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婚禮顧問Vivi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媒體人 李文娃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兩性專家 西西亞 大家好 我是新西亞 還有命令老師 周應俊 周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這個我們今天主題是 怎麼會這麼衰 這個 就是這樣有時候真的就發生在身上 那個衰 你就覺得說不知道要怎麼化 這等一下再來請教周老師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新聞 是有個女網友 她說男朋友靠自己的能力 剛剛在花蓮買一間房子 剛好 而且那個衰章 她的身家現在變微樓 你說這個有衰嗎 那這個情形怎麼樣 我們請文文先跟他說 好 這個女網友呢 她跟她的男朋友是遠距離的戀愛 所以這個男朋友呢 她的家庭是在花蓮 這次衰章很嚴重 對不對 然後所以當下呢 她趕快打電話給她男朋友 趕快關心一下 然後男朋友就就跟她講說 現在房子變成微樓了 然後呢 應該暫時是回不去了 然後呢 你呢 要好好照顧自己 變微樓了 她當下聽 其實就覺得心裡面 拆一下 問題是怎樣 不知道 然後事後等到她男朋友 心情稍微平復一下 然後她就問她說狀況怎麼樣 她說呢 現在呢 應該呢 她呢 不能回不去 就是不能再回去住了 可是會在朋友家借住 可能要半年 甚至更久 這個聽起來就很誇張啊 然後呢 原來呢 他說他現在那個房子 已經慘不忍睹 已經回不去了 然後呢 當下 他真的聽到這句話 他真的就當場哭出來了 那為什麼哭出來 他說因為他男朋友才二十幾歲 然後呢 沒有父母的陪伴 然後呢 靠著自己的能力 努力 買了深屏第一間房子 可是居然就變成 就是這個房子就是已經沒了 就當下已經就是因為這個地震 沒了 他說怎麼辦 然後他男朋友也真的也是無所適從 他只是想po這個文 只是想告訴大家說 我好想為他做什麼 可是卻無能為力 對 其實好一點人不覺得這個新聞 會有感覺 因為花蓮房子 可能比較便宜 是 可是你知道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講 一國有幾萬塊慢慢的 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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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間房子你知道那種成就感 還多困難 太困難 太困難 尤其現在年輕人 然後忽然之間一個地震 竟然就變成圍樓 這樣子 作為他的女朋友 到底要不要繼續交往 人家 當下二十幾歲 房子了 女朋友也沒有了 心痛都來不及了 我老實說 這樣子有點冷血 我覺得應該不會這樣想 因為談評友跟他講說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相關單位說 你可以去拿錢 趕快去收拾東西 但是非常短暫 然後能不能再進去 那不知道 那聽起來應該是不能再進去 應該是貼紅單了 你還想說要繼續做會 如果我是阿母的 我會說你 哭顧一下 我還想你哭顧一下 沒有 那個很多人 你像是嫁人 都會想到 一定要有家嘛 對 天啊你有家 好不容易 他已經認真 認真買一家家了 不然我們阿爸的貸款如何 但是他買一家家了 但是一家家說怎麼樣 變為了他就沒了 沒了 他就沒了 好像好想說還要落貸款 還要還有一款 負債是一樣的 我如果是他們老母我也會哭顧 我如果是留朋友老母我也會哭顧 你會怎麼說 你會跟女兒子怎麼說 我會說你們的婚姻 可能稍微延後一下 不要緊 延後一下再打算 延後一下 他現在還要存一個錢 還存很久了 待你存好之後再說 要不然換一個角度 如果是我 剛剛是開玩笑的 二十幾歲的孩子 你說花蓮的房子 雖然比較燙 比如說我們說買一個十元好了 百幾萬的月 我老實講他可能是頭期款 可能一二十萬 或是說他帶八成 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想說 這個孩子很有心 比方說這樣子算一算 他可能一個月的薪水 十之八九他都去納貸款 我會覺得這個孩子真的有志氣 然後有前度 我會覺得說好 你繼續 這樣有彎回來嗎 我鼓勵 我會覺得說沒關係 這個孩子不能夠失智 阿母出錢 靠他什麼頭期款 再買另外一間 我覺得會 這個角度 我告訴你 我們買來台北 不要買花蓮 對 我們就買花蓮 他沒有能力買台北 沒有啦 他阿母要出錢 因為這個年輕人很讚 好棒棒 因為這次地震 很多人都很閒碎 不是說鼓勵就這樣分手 而是說他什麼時候還要在 共創家庭要什麼時候才有辦法 這不容易 我也不是叫他分手 我叫他考慮修M-O 另外這邊天王星大樓 是 穿鞋了 現在讓你聽 也有人才剛剛交屋 就碰到了大地震 也是欲哭無淚 對 因為其實這個天王星 大家一直在關注 因為現在一層一層在拆 那拆的這個方式 或者拆的過程非常緩慢 因為非常的危險 對 他動輒可能就是可能會影響到旁邊的各個方面的住屋 還有其他人的身家 其實都在周遭 所以大家就開始去注意這個天王星 他大概屋齡三十八年 老實講跟所謂的臺北市的房子 他算年輕 三十八年的屋齡 那他大概兩三年前 一瓶 一瓶大概是十七萬多吧 或者是幾萬這樣子 可是到去年 其實有這個成交到一瓶二十七萬 那今年裡面有一個住戶 他是買低樓層 在今年的二月的時候才交屋 他買的這個一瓶的價錢 大概是他這邊寫是十七萬六 大概是九瓶的瓶數 那總total大概一百六十萬 老實說也是歡仙喜地 這樣聽起來也是好不容易有一個有一個無盒瓦 結果說 瓦就大多重 結果沒掉了 被破掉了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真的很可惜 所以現在其實大家就是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們看到最近的幾個這個受債戶 他們會針對所謂的賠償的問題 還有政府你可不可以幫助我 因為後來有一些就是牽涉到戶籍的問題 所以補助可能你有沒有在那邊有戶籍 你是不是住住戶然後等等的 可能會影響到補助 那這個案例就不知道說 他是不是人住進去 戶籍有沒有設在那邊 不知道 那希望他可以得到相當的幫助 是 我請教顧律師 假定 這個房子一百六十萬買的 那他還有貸款 那這個貸款還需要去繳嗎 他如果已經買了 然後辦了貸款 他是跟銀行借了錢去付給對方 那因為已經交屋了 房子其實就在他手上 對 那那個賣方已經完成他的給付義務 所以交屋之後 我們在民法上就是有所謂的 危險負擔的移轉了 已經移轉到買家身上 所以如果之後發生了這個天災 房子有回損的問題 那就買家要自己承擔那個風險 對 那那當你是跟銀行借錢 來付這個價金 你跟銀行債務還是要繼續 所以遇到震災 遇到這個狀況 你還是要繼續付這個錢 那如果說他房子像這樣地震一百六十萬 跌到剩一百一十萬的價值 那我還有貸款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交 天王星這個可能 後來是要拆了 所以可能搞不好一百一都沒有 可能就是沒有什麼價值 剩下土地是有啦 但房子應該已經是 就是變零了 所以他如果重建的話 他一定要重建 因為有土地 對 那如果你重建 那是另外一筆費用 不過還好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是遇到 震災的狀況 之前我們有過九二一的地震 所以所以其實政府都有 在推一個東西 就是要做這個住宅的地震線 就跟以前都只有火險 你在買房子的時候 跟銀行貸款 銀行就要看到你要火險 你要什麼 要有地震線 至少要這兩個東西 那這個是基本款 有點像是我們這個開車 有這個強制責任險 那基本保額兩百萬這樣子 但是地震險的話 也有這個概念 那你可以一年繳個一千多 那他的保額就是在一百五上限 如果你要再增加那個金額 台北房子 你可能都要買超額地震線 超過一百五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在家前買 但是像這個案件 比較幸運的是 但是他應該 如果他有辦貸款 那通常這個銀行就會要叫他說 你要保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是我的單保品 我希望你這個 你要保這個保險 如果發生了地震 那銀行也要受場 至少這個基本的地震 就是說一百五裡面有六十 趴要先付給銀行 所以銀行一定會要求 你一定要先保這個東西 所以還好是這個案件 一百五還夠用 因為他買一百六 買一百六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在台北買 那個一百五買不到什麼 但是這個這個案件 比較好是說總價一百六 那他還可以得到一百五的 這個地震線 然後他九十萬 就是六十趴 他先給銀行 那其他他可以 剩下就是給他自己 可以補助一下 可以撐一下 對 OK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今天講說 怎麼會這麼衰 這個周老師說 你有人買新房子 結果變凶宅 對 其實他買新房子 他不是我們說的新房子 他買新的房子 就是買房子就對了 因為買房子 為什麼因為那個應該講說 他的錢沒那麼多 所以那個就是公益的公益房子 那個房子其實是很老舊 他心肝想說 買一買以後 再到達修理 也是可以住 對 所以說他買的時候 一年開始就看家裡的時候 看一回之後就知道 這間家就是這樣 零零零零零也沒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說買地點 或是說買這個房子的那個 結果買之後就開始 跟他這邊就開始 中間要貸款什麼什麼 一大堆的這個事情 搞來搞去搞了差不多兩三個月 一定要的嘛 那因為這個過程中 他其實是沒有去 再去看這個房子 因為他知道 跟種植 各種都創好 但他買好色的時候 什麼時候說 因為沒用 說這個賺錢也不太簡單 結果他就是說 等一會買好色 就來稍微看一下 他當初他實在到 那個瘦有稍微不太好色 就是說來去看看 結果他蓋的時候 一開一開的時候 怕一條 裡面死了一個人 結果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那個附近 那附近有一些叫做什麼 流浪汗 流浪汗 他看旁邊是一大堆的 那個瘦汗 到底是一個人喝 還是一個人喝 喝的人跑去 他就是在那邊死在那裡 但是那個後來 他要保險嘛 因為警察來是斷那個叫 心肌梗塞 但是那個已經是 已經不知道幾天了啦 已經有發出那個味道 所以他就剛才開始 這個事情當然那個 好像社會主要去處理嘛 結果他剛才開始 第一點 如果他現在看到 他這間房子要賣 說變相宅了嘛 因為沒有人可以自己賣 到底是不是相宅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沒有人感賣 對 因為那間房子 第二點他要自己住 他真的怎麼樣 因為那不是他們的人 他怎麼樣就住 所以說他就是會 這就是有夠衰 真的說有夠衰 後來他來問說 這要怎麼處理他好 第一點 不會一定會落錢 對 一定會落金 那如果你不去住 那間房子會越... 會越破爛越那樣 也是很糟糕 所以因為他本來 有錢一塊錢 想要做重新裝潢 後來來問我的時候 在說的時候 我們去幫他說 那幫你做整理 因為整理有兩種 一種就是怎麼樣 中央的去做整理嘛 一種就是我們去幫他做一些 好像清淨的整理 那不當然是幫他 幫他做一個清淨的整理 後來他有去住不住 我不知道 那請教一下顧律師 這樣有算凶宅 這個剛好在擦邊球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內政部九十七年 函他是講說 你如果要凶宅要怎麼樣 要自殺 要他殺 他有個有一款是叫做非自然死亡的狀況 什麼叫非自然死亡 就大家就會有不同的講法 內政部有內政有講法 那到法院有些法官 他就會認為說 那自然死亡就講的 就是年紀到了老化 死在裡面 這個才叫自然死亡 這個以外的都叫非自然死亡 所以剛剛周老師講那個 如果是在裡面喝酒 喝酒在 猝死 這個叫發生意外了 就是非自然死亡的狀況 有些法官會認為說 這個就是非自然死亡 那就會構成凶宅 但是有些法官 有時候家裡也會有人心肌梗塞 對啊 對啊 所以在這個狀況 就有點擦邊球 有一些人就會覺得說 可是這疾病 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不算構成凶宅 可是凶宅 這是一種比較民俗的一個看法 你覺得這個人 他又不是屋主 他也不是在那邊生病過世的 他是外面的人跑進來 你還是會覺得毛毛的 那只要心裡覺得毛毛的 就影響你的買價 所以就有人就認為 那個就是凶宅 這個這次地震搖很大嘛 對 那很多朋友 現在都督二三十樓 對不對 對 二三十樓那麼大 海盜船 海盜船 我之前住二十樓嘛 也沒那麼大 已經是海盜船的那種等級 真的 還好我買了新加坡 對 很恐怖 然後這個地震當天 文婉的朋友在大樓的地下室 獨得很少的事情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 他就突然間講說 後來他當然是地震完的時候 他就說他是地震受災戶 就這樣 鄭大哥講說 發生什麼事 你家裡是什麼了 是傾倒來 是什麼 你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他剛才去 因為他八點半要跟客戶約好 在臺北車站 因為那個商業大樓 他要談一個case 要去送他的那個計畫 去那邊開會就對了 他說怎麼樣 他說這麼剛好事 他准是七點四十五 因為八點半 他想說提早到 把什麼什麼slide片都弄好 要做報告 結果七點四十五分 他把車子停在地下室 豪枕以霞 手上一杯咖啡 他說要上樓了 上電梯 結果電梯一打開 人不願意 因為那時候其實老實講 很多人其實是要上班了 是 然後他叫滿的 他說沒關係 我就等下一班 然後你知道嗎 他那一棟樓 他說他二十幾層樓 他要去十六樓 你說那我等一下好了 結果你知道那個上去 老實講要下來要很久 因為很高樓層 結果說等一下 等一下 開始游了 反正他就大概那個區段 就開始搖這樣 他嚇到他在地下室 結果呢 就一搖之後 整個電梯嘛 開始管制 電梯管制 你是不能夠坐電梯的 他說這家繪花 那好吧 那就只能爬樓梯 好 各位聽到他在B2 他要慢慢地爬 爬到十六樓嘛 他就說好吧 就慢慢走 重點是穿高跟鞋 我們這樣穿得多漂亮 他說穿高跟鞋 他要趕快打 他想說走走 其實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會想說他是不是要開始脫鞋 因為真的是受不了 後來他真的鎖性就就把高跟鞋脫掉 就拎著高跟鞋 就這樣一路一路爬爬爬 爬到十六層 大顆光 四顆光 所以他總共爬了十八樓 對 十八樓 好 這時候他就想說 開始要進去了嘛 他要聯絡他的窗口 就說說我到了喔 手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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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車上 放在B2 在車上 對 在B2 他那時候瞬間整個背脊發療 他說不會吧 不會有這種事情嗎 就是會 他就發現他手機沒有拿到 他那整個鞋子都一樣 認命 而且他說他爬上去 沒多久 台西還有啊 你知道嗎 有餘症嘛 餘症第二次 然後他又趕快躲下來 他就天啊 不會吧 好 那等到那個靜下來之後 他就認命了 然後又爬爬爬 又走了十八層 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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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走路 走去走路 結果拿到了之後對不對 他歸人 那個都覺得說 這到底他 這強人的感覺嘛 不是 你有沒有覺得 很懷疑人生 他說那時候真的就懷疑 然後他還想說 有沒有希望 看一個電腿有恢復嗎 怎麼可能 那時候餘症怕 然後又又這樣任命地爬到 十六樓 他看說到底 北南盤那要生你大小 我跟你講其實蠻大的 所以他他就是施力片 什麼都準備好了 如果小小的就想說算了 對不對 最可最最悲劇的是什麼 他又爬上去 最悲劇等一下繼續說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真的是欸 如果這樣靠了 我們會想說 什麼事 再質疑 有時候 其實這三十二樓 你會想說 原來 就是這三樓 你會想說 爬到這邊 我去看 要走十八樓 放在臉上 他發現手機沒有拿 然後再走下來 郭律師 那你通常會怎麼發洩 我就遇過類似的狀況 那時候我住的地方是十一樓 然後但是不是地震 是停電 突然停電 那沒辦法 我穿著短褲 然後衣服 然後馬上要去上班了 就是只是下來拿個信 然後要上去 然後要再換衣服 但是我到了一樓 那拿完信就發生停電 然後也沒帶 想說我只是剛要下來 然後就要上去 你大概就只會帶鑰匙 那你不會帶手機 對 然後想說 你要上班沒有手機不行 我想說 要不要叫我太太 把東西整理下來給我就好了 然後就 糟糕 我好像沒帶手機 然後就沒辦法呼叫 對 因為停電 對 那怎麼辦 就是要很認憤的這樣子爬上去 十一樓 十一樓 不要講十八樓 十一樓 我覺得已經很痛苦 非常痛苦 還穿高跟鞋 你還沒有 對 但是我已經覺得非常痛苦 而且 而且還要拿著衣服 再走下來 我就覺得好痛苦 你這樣就痛苦 你看我那個朋友多慘 起床後對不對 還要兩百滾 因為要漂亮 專業 那載圈 就是載圈 他說他 人家也很想要給他滾 對啊 真的很難走 他就嚇到 那可以把他撩起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停電旁邊很多人都在把他撩 所以他說 大家就是 你怎麼又走下來 好 他就要走走走 然後拿了手機對不對 然後就上去 然後就一邊聯絡他的窗口說 然後他 我覺得他一點 很假 他一點很傻就是說 他覺得他就到了位置在打電話 其實他應該在當場就打電話 好 有一個問題來了 他到了之後 他到門口把自己整理好了 高跟鞋穿好 他就打電話給他窗口說 某某小姐 某某秘書 我是誰誰誰 我到了 我在門口他說 不好意思 我這樣打給你 我打給你 我們經理 因為地震有沒有 他的捷運有問題 他被趕下來了 所以可能現在不知道幾點會到 不能這樣子 改 我們改時間 真的 我們經理說他現在 你看那天那個捷運站 是不是整個人都 人同 然後找不到公車什麼亂成一團 他心裡他真的 他真的很想 那個那個叉叉都在嘴邊了 所以你知道嗎 後來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說他就在十六樓坐了半個小時 他還在走下去 他不是說 該做的事情沒做到 我還要走十八十 還要走開車 他說他就坐在那邊發呆 發了大概半個小時 他真的懷疑人生 他真的好難受 你們去想這個心情 那心情是這個 你說這次地震 老公的傷勢 因為你而變重 對 因為其實這一次地震 我們是沒有受到傷害 可是是因為我那時候才剛從美國搬回來臺灣 那其實臺灣本來地震就還蠻頻繁的 我記得那時候 其實我還沒有買青椒 我還是在租屋 其實我們才住在二樓 二樓而已 那那一次地震的時候 那你知道嗎 美國人對於地震就很敏感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 我們兩個就是在廁所上看電視 然後就開始晃 然後晃後老公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 他的感覺是中國要打過來了 中國要打過來了這樣子 我就說沒那麼誇張 就是老神在在 他說地震 地震 我說對 是地震 他說那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跑 我說不用 才晃成這個 有什麼好跑的 拜託 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他就開始越晃越大 越晃越大 我老公就等不及了 你知道嗎 他就不管我 他就覺得他要先跑 所以就開始就先跑 他就開始就是衝 他幾乎上是從 他的沙發上就彈起來 然後他就開始要往外面衝 往外面衝的話 本視童林鳥 可是大難各分 各分飛 各分飛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看他跑 為什麼說我不能被拋在原地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我也要彈起來 我要開始跑 可是問題是 他在跑的時候 我們沙發那時候 冬天有棉被 他爬起來的時候 他要開始跑 他的棉被被 他被棉被絆倒 他就摔在地上 這個真的 雖然他手要去撐 那撐的話問題是 因為我在後面 我離他不遠 所以他倒下去後 我也被絆倒 我就壓在他身上 等於說他手就碰到 然後再壓一次 好了 結果呢 他的手腕就骨折了 當場我就說走 那我們就只能去那個 急診室 本來他的手可能沒事 對 因為你壓了以後 他就斷掉了 他自己拿去 因為他本來就撐地板 那撐地板的話 我就是 不可考 那我又壓下去 所以後來就是很多人都說 地震的時候 他都說就是請大家不要金光 很多時候是你在逃跑逃命的時候 你發生了一些意外 而不是地震本身 對 所以他後來就去看醫生 對 去看醫生 對 然後又是打石膏這樣子 那你說老公啊 因為騎摩托車載你 又骨折了 這件事出起來 我說這個很衰 也很莫名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買一台新的機車 因為後來 對 我們家買了新的房子 那那時候買了新的房子 因為我們家就是坡很多 我老公就鼓勵我說 你就是要學騎機車 那學騎機車的話 你那個坡就不用爬坡還怎麼樣 我說好沒問題 所以我在去年的時候我就很順利 就考到我的機車的駕照 好 那就是這個週末的時候 因為都在下雨 那在家裡面也悶壞了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那一天我還說外面下雨 我說我好想去看電影這樣子 他就說我們兩個就還在思考說 要不要出去 要不要出門 還在那邊看說那雨還大不大 我說雨是看起來還OK 可是地面是濕的 我說好吧 那不然 那時候我還跟我老公講說 不然的話我們就是坐計程車好 我們就叫車去 對自己好一點 然後老公就說沒關係 反正這個雨也沒有很大 雨衣穿穿也是可以出門 我說OK 好 然後你知道嗎 我還是 而且是騎著我的新車 騎著我的新車兩個 就是雨衣就包好好 發生什麼情況呢 是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第一件事情是我老公 他就選了另外一條路 那一條路他等紅綠燈要等非常的久 然後那時候在等的時候 老公就已經在洗洗涼 他就說奇怪 我今天哪根筋不對 我為什麼要選這條路 如果不是選這條路的話 那個紅綠燈就不會等那麼久 我們就一直在等紅綠燈 我就在想說 對啊 為什麼 好 接下來的話 好容易等到綠燈了 我們接下來只是要 要起步而已 我就覺得我們的那個摩托車 就打滑 打滑一下下 還沒事 接下來他要右轉 右轉的時候又滑了第二次 然後我們就連人帶車 雙再啪 就往右邊就倒了 跌倒了 倒了以後呢 我那個當下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老公又用他的手 又去撐了那個地面 那個地方 就是第二次 對 第一次是地震 第二次他又撐了一下 撐了一下 我看我當下 那是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是真的有好心的民眾 把我拉起來 因為趕快拉到旁邊去坐著 然後說小姐 我們需要幫 要幫你 都叫救護車嗎 我說沒關係 我沒事 然後我老公說 你沒事我有事 因為又骨折了 是同一隻手嗎 對 又是同樣的右手腕 於是我們又去急診室 又打了石膏 好可憐 然後我老公才剛回診 然後一陣子跟他講說 那你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不要開刀 因為當然啦 意思說 開刀的話 他的複合的話 可能會比較有掌握是說 他的複合的這個程度 會比較好 還是說你要打石膏 我老公堅決說 我要打石膏就好了 對 所以就是要再打一個半月 這樣子 這好像是壯士斷碗 沒有 我覺得意外在發生的時候 對 其實我覺得 我們都會去回想是說 我為什麼堅持要出門 我為什麼就不坐叫車就好了 對 我為什麼就是要選這一條路 你就會開始去回想說為什麼 你們家沒關係 你家是這樣 在裡面有什麼 本來沒事 但是有你以後 你家就知道 你家手一條回去 對 電動用 對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就是 周老師 這樣是什麼人帶曬 這不能說帶曬 因為通常在我們說的時候 有一種就是說運較壞 這個有時候真的可以看得出來 運較壞 真的會這樣子 但是話說回來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 因為老公比較胖 你這麼散 帶來比較不會骨折 應該說 應該是這樣 因為他比較胖 但這樣 淨化 淨化一下 要去廟宇做一個做菜 帶你老公去做菜 不是你做菜 是你做菜 所以說 因為你如果拔倒 會有一個叫做漏店 可以墊住 肉店 要去做菜嗎 對 要去 去廟宇嗎 對 廟宇要怎麼發菜 我們說的話 要跟聲明說 一個心安 你就會以後 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是會很注意 沒有 要去廟宇要怎麼說 要跟聲明說 跟聲明說 最近我就常常這樣 不剛好就把車禍連連 如果不是我這個母 我怎麼會 那不是說他母 不好 不好把他折到 是要說 我最近就常常 車禍拔倒 所以急急 我們這個 譬如說看什麼心明 讓我運比較好 比較不好 常常這樣拔倒 要買什麼等下去嗎 因為現在有很多地方 都不能收金 不能收金 也不能沒工作 台北有很多就知道 應該說 有時候你如果去廟宇 新鄉一片也可以 這樣喔 對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話 好 這廣告時間 謝西亞說 他老公有住在醫院裡面 穿醫院的衣服 對 我想跟大家就是講一下 因為他的這隻手之前 他是真的有開刀過 首先第一件事情 那時候他在開刀他住院的時候 那醫院的床是電動床 你可以橋角度 對 他就會在醫院跟我講說 我覺得這個床特別好睡 這床 病床 整個床 對 那我那時候聽到 我們台灣人就會說 你話不要這樣講 對 很好睡 沒有人想要睡這種床 搭配你的臉真的很可愛 他不會覺得說 我已經生病了 你還那個晚涼面孔還這麼兇 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不要這樣子講 因為這樣子真的不好 誰想要來睡 你不在的時候 他一直在操作那個床 他就覺得很有趣 大哥 我相信 然後他的腳也是可以翹起來 然後他就覺得 都可以翹到很滿意的角度 對 好 這是一個 那接下來這一次呢 因為骨折去醫院 那他穿的衣服 那個護士就跟他講說 這個石膏打上去 你這件衣服會脫不下來 所以他就跟他講說 那不然的話 我們醫院可以借 那個就是綁著那個病服給你穿 那你到時候再拿回來 就是要押金 再來拿押金 他說好 他就穿著他那一身綁著 這個涼涼的病服就回去 回去他躺在沙發上 他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這病服很好穿耶 他說這個觸感滿好的 而且還滿通風的 可以留下來嗎 我說你 我就說你千萬不要 我說拜託也好嗎 就是這個病 這個多少病人穿過這件病服 有沒有去世人 也不知道 這個東西拜託 不要給我留在家裡面 因為你知道嗎 他連那個支撐 那個綠色的那個包金 他都覺得很好用 他都想把它留下來 撐著 對 我說拜託你不要 我說你回去 你壓一壓給我拿回來 所以他因為美國人 他們沒有他沒有那種的禁忌 或者是習俗或是忌諱 他只是很單純 會覺得說這個資料也不錯 你老公穿那個藍色的嘛 那個病服男生都拿 那送你一套女生的 粉紅色 剛好一對 兩個人又可以睡那個床 我就會很生氣你知道 我們臺灣人一定會有這個禁忌 對 而且他不會 他說我們美國人 我們不會在乎這個 他真的完全沒有 他沒有 他覺得通風 他覺得資料還不錯 滿方便的 然後還在這邊綁 後來我請他一定要給我 你老公就穿那個 然後你就再扮演護士 來打針 希希啊 很適合你 這個情緒 這負責 你願意去買新的 我都不要用 醫院把醫院留下來 不可以 周老師 說這個胃會有禁忌嗎 不錯 我之前的人都有 這叫掏對 掏到 掏到就是說 你這個不能 就是說不好的事情 我們不要說 這很好 吃幸福 那就表示說 你希望常常發生這個事情 這叫掏到 所以我們早上的人 譬如說 年紀錄的時候什麼 有什麼人都說 不要說這個話 就是掏到 就不可以這樣說 叫掏到 不要說 不要說 盡量不要 不必要說這件衣服不太穿 你會常常穿這件衣服 那件衣服就有那麼好穿 穿這件衣服就是你打扁的時候 我也是說如果我們台灣人就變成嘴巴 就說你明明知道那不能這樣說 你調整這樣說 可是外國人呢 有的女兒也是很多人這樣調整的 但是外國人 只是說 他是沒關係 但是就是我們來講 如果我們這樣說 就有一個求助 沒愛就對了 這件衣服很好睡的 你常常要來穿 對 你這件衣服很好穿 你常常要來穿是不是 就是說你要常常去穿就是生病 當時那裡就是生病 就是這個 你覺得很舒服 你不是說這不用飛的嗎 真的會啦 對不對 不可以這樣亂講 不可以亂講 好 那這個Vivian 是你有這個長輩跌倒 發生了慘案 對 對 我這個長輩呢 就是他們家前面是有一塊那種花圃 那你知道很多長輩都喜歡在花圃上面 就是整理他的花 然後種植這樣子 然後他有一天他就很開心 就是又在整理他的花圃 然後在弄的時候 不小心他就是 因為他是蹲著嘛 在弄的時候 他就有點重心不穩 所以他就往後跌倒 結果跌倒的時候 應該覺得還好 因為是花圃 就覺得就是土這樣 結果我沒想到他一跌倒的時候 他就開始慘 這樣 然後結果他小朋友就想說 因為他們家有小孩 他兒子他們就跑出來 他講說怎麼 爸爸叫這麼大聲 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衝出來看 就發現 因為他們那個花圃很大一片 然後有種很多不同的 他們是有擦很多那一種鐵條 就是可以讓他攀那個藤蔓的 Oh my God 結果他坐下來的時候 就坐在那個鐵條上面 跌下來就直接貫穿 就是從他的肛門直接插進去 然後插到裡面 就是他腸子裡面 問題是他插下去的時候 要怎麼拔 就是你不可能拔 因為你會想說 不是很多都是那種 你刀子刺進去 你是不可以拔 對 它水會噴出來 對 他的小孩看到說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要想辦法 把那個鐵條從那個土裡面 距啊 還是 沒有 因為很粗 所以他從土裡面把他拔出來 拔鐵條從土裡面 不是從他的身體裡面 當然 對 然後就想辦法 就是把他拔出來這樣 那過程中 那長輩就是生不如死 就是整個已經完全要崩潰 然後就趕快叫救護車 然後救護車來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 其實救護車的人員也傻眼 就是要怎麼樣把他抬上去 而且太準了 因為那個還沒拔出來 對 還沒拔出來 所以很長 很長 然後就變成說他們要很小心的 讓他趴著 然後把他搬上去那個救護車上面 然後醫生看到的時候也傻眼 他就變成要立刻緊急開刀 對 開刀 然後他說一開刀的時候 才發現他的腸子都被刺傳了 所以如果比較晚一點送去 就會變成是 很像是會有負 對 感染這樣子 對 之類的就是非常嚴重 所以他就因為這個不小心跌倒 他住院住了兩個月 然後 光是聽你講 我就覺得受不了 好痛 就覺得好痛 你看從菊花這樣 對 那整個是腸子一定貫穿的 這樣就長了嘛 對 可是就是很難想像說 居然會發生這種事情這樣子 對 只是一個跌倒而已 對 是是是 後來就還是有救回來 有有有 他就住院住了兩個月這樣子 對 然後聽說每次就換藥的時候 就是很崩潰這樣子 然後然後腸子都還好 都還好 就是因為有趕快去急救這樣 辛苦 對 太巧了 就太巧了 真的 那另外是中國有個男生 他去醫院看病 但是他LP給他掛掉 對 這是怎麼回事 這一位其實他去醫院 他只是因為就是不舒服 那不舒服的話 那個時候可能是他肚子痛 然後他就是想腹瀉 hold不住 所以不小心就是拉在自己身上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他就跟他老婆講說 那我去廁所去整理一下 很OK嘛 這個這個是會發生的事情 那廁所裡面有一張塑膠椅 我在想說應該就是一般大家 就是我們現在氣質就這種塑膠的紅色塑膠椅 就是很容易常見的那種 對 看到塑膠椅 他就坐在上面 然後就清理他自己 可是沒有想到可能他在清理他的衣物的時候 也許是重心不穩 也許是他的這一張椅子很久沒有在使用 他會脆化 因為他是塑膠的 是 是 所以說他就立刻他坐上去 沒過多久 他的椅子就裂開 然後就斷掉了 對 那他就是一屁股就坐在這個碎片上面 可是這個碎片因為事件 所以說把他的這個腰部 大概就是化了很多很多傷症出來 然後連帶傷害到他的LP 據說他的LP是縫了二十幾針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是 他們就跟醫院講說 你們醫院就是要負責 因為這是你們醫院的器具 醫院的院方是覺得說 問題是真的也沒有人會 去使用那個塑膠椅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是免費幫你就是做治療 可是做了治療以後 他們就是到了大概半個月左右 就說那你們應該可以出院了 這時候老婆就沒有很高興 就會覺得說 可是問題是就是沒有好 你不是說就是好了 才讓我們出院嗎 那醫院當然是說 我看你的傷勢 是可以回家修復了這樣子 可是後來好像是因為 他們會有一些糾紛 是因為家屬跟醫院是說 你們要賠償我 大概是二十萬的人民幣 那這個地方沒有喬好 所以就是有一些糾紛 這個我們的氣智想問你 是 有一點為難 他說雖然你不是醫生 但是你是性治療師 他說陰囊既然割破了 睾紋會掉出來 會掉出來 真的假的 會掉出來 對 睾紋沒有黏著我們身體嗎 因為這一件事情 我還真的是去 就是問一下我們的那個老師 還問一下醫生 真的有發生過 你知道嗎 說工人在施工 從高處的時候 他掉下來 他掉落的時候 他被那個鐵條插到他的陰囊 陰囊整個劃破 然後LP就掉到地板上 那我要跟大家講 當然如果你的LP掉到地板上的話 請你把他浸泡在生理食鹽水裡面 然後儘速救醫 讓他可以把那個醫生 可以趕快把他接回去 把他再把他縫回去 那當然如果說你沒有辦法 就是接回去的話 其實男性剩下一顆 也是有生殖能力的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另外就是西西亞 你說你有親身經驗被醫師誤診 我記得那個時候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就是皮膚上面 就是有一些疹子 然後有一些紅疹 我就覺得就是癢的 就是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那個時候 我就想說 那個時候連我自己都會覺得 一定是失疹 台灣其實你去看皮膚科 我就有八個 有九個 就是有十個 有八個 會告訴你說是失疹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已經跟醫生講說 醫生你幫我看一下 這應該是失疹吧 你幫我開個藥這樣子 就沒想到呢 這個醫生他就是看一下 他就說 小姐 我覺得這不是失疹 我覺得這是戒蟲 我說什麼是戒蟲 他說戒蟲 就是他是生長 他說譬如說你就像你今天 如果說你去住旅館 戒艙 對 戒艙就是戒蟲去 牠是一種蟲去傳播的 他說如果說你今天去住旅館也好 或是環境不潔的地方 或是人群中 人群很溶結的地方 對 牠就是會生長在 譬如說床單 被褲裡面 然後靠著人體去傳染 那牠有可能會在你的皮膚下面 會產卵 然後會長出更多的戒蟲 然後就會有戒蟲 他說你這是戒蟲 是戒蟲 當作媒戒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被他這樣 我嚇到 那你這個很難的 這個不好處理 而且他也跟我講說 你的家裡面的 你你凡是穿過的內衣褲 床單什麼東西 都要廢水去把它做消毒 對 否則他沒有辦法消滅 他很難消滅 然後你同居人也要去抹藥 我這樣講 我真的是嚇到了 你知道嗎 我還問 我還問他說 可是醫生我這些衣服 如果我真的沒有辦法用廢水 這樣子去煮 老實講我的床單 我的被套怎麼辦 你家沙發 對啊 他說怎麼辦呢 他說那你就是把他用大的塑膠袋 放在大塑膠裡面 然後把他綁死 要放半年 藉蟲沒有東西吃 他就會死掉 或者把他噴藥 然後我就想說 他說可是你們人要先開始治療 你就開藥給我 就打蟲藥開藥給我 他就說這個要怎麼擦呢 你就是從頭到尾 你全部全身 你的細縫 你的手指的細縫 你的這個屁屁的細縫裡面 你全部都要塗 指甲縫 對 都要塗好 因為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消蟲這樣子 而且你老公也要 好 那這時候我就回去 我真的很面色凝重 就跟我老公講說 醫生說是戒瘡 然後就跟戒蟲有關 我就跟他解釋 然後老公就外國人 他就說跟蟲有關 怎麼可能我們家有蟲 而且我們也沒有去旅行 我說那他說 那醫生有沒有就是 他還有 我老公 還有一些他Google 他就說他有沒有什麼 在你的皮膚上面 就是刮一些東西 然後去顯微鏡下 去做檢查 看有沒有蟲卵 我說沒有 他說沒有的話 他怎麼能夠確定 我說可是台灣的醫生 診所可能看的東西都多了 就很有經驗 我說來這個這一罐藥水 我已經擦了 因為我擦了 他就說怎麼 那個味道很重 我說因為是必須是驅蟲藥 我說請你也擦 我說而且每個細縫 都不能夠放過 屁股縫 這個指甲縫 我說拜託你求求你 要一定至少要擦一個禮拜 他就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就求他嘛 就開始擦 擦 擦 接下來到屁股縫 他就說老婆 我LP在燒耶 LP喔 他怎麼會去燒 我開始在跳了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麼誇張 他說我要去沖水 我說不可以去沖水 我求求你不能去沖水 衝了就沒結果了 對 衝了就沒結果了 他說怎麼會燒 會有火燒的感覺 LP的被燒掉 就不能沖水 為什麼不能沖水 他說你沒有 他說你的屁股 都沒有這種感覺嗎 我說其實有 我說你是 我說你有那麼不能忍嗎 我說因為其實我有燒的感覺 他說那你有燒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會有火燒的感覺 我說因為跟你講 你就不會差啦 他就說那怎麼會這樣 我說可能就是 你那個地方比較敏感 男生LP比較敏感 我說那這沒辦法 結果後來他就是 活動煮得要燒掉 他就說他就是原地在那邊跳 因為我不准他去沖水 你知道嗎 我說你沖的話 就是沒有效了 做你老闆很帥 對 還坐一會 一輩子手回去 還等兩次 然後你這LP的燒掉 然後就說他擦三天 他受不了 他說我拜託你 可不可以去換另外一個醫生 我們換大醫院 我們去換大醫院 因為他說我真的不相信 我打死我都不相信 後來到大醫院 醫生一看 他就說這個叫濕疹 然後我還說是濕疹 他說對 我說真的嗎 你確定 他說我確定 他說你不相信 我立刻幫你刮 我立刻在那個 放那個顯微鏡下面看 我老公就把我打死 他就說 好啊 你讓我LP燒了三天 結果就不是什麼藉從 根本就只是濕疹 你還這樣害到我 然後想說對不起 而且我跟你講 我老公是沒有症狀的喔 我老公說我沒有症狀 我也要擦 我說因為醫生說 而且他說有些的時候 症狀來得比較晚 所以你就沒有症狀 他合估 各位 各位是這樣可以告他嗎 我可以告醫生嗎 這樣其實有算誤診 誤診是差 可是他也沒有造成什麼損害 可是LP被燒 灼傷這樣也算 也算 只是說大小的問題 那還要去證明我自己灼傷 要給另外一個醫生看那個地方 灼傷的狀況 再開一個診斷診 打照回照 真的很慘 焦黑焦黑 OK 好 另外是周老師這邊有案例 懷孕被當成是腫瘤 對啊 因為這個這個婦女 已經 他的孩子已經都差不多 賣到二十歲了 他是四十幾歲 將近五十歲 但是他有一陣子 他一直懷疑說自己是那個做什麼 那個我們講說更年期 就開始這樣 就當然就沒來沒來 也就算 他就一直認為是更年期 因為小孩子都那麼大的 不會往這邊想 對 但是他後來發現說 他肚子好像有一點脹脹的 肚子大起來 就說奇怪 當然就是去找醫生 他第一個 他沒有馬上找 想到說要找婦產科 他先找腸胃科 那就去找醫生 那腸胃科也沒有像 他只要看一看 這樣問一問 他說這有可能是長腫瘤 腸胃科也沒有 因為那個叫什麼 那個子宮 子宮肌瘤 這個年紀都很容易子宮肌瘤 所以這個肚子大起來已經就是子宮肌瘤 那因為子宮肌瘤很簡單 所以我們可能來看一個時間來開刀 因為子宮肌瘤就開刀就好了 把他拿掉 因為他說有子宮肌瘤這麼大 有的子宮肌瘤很小 那你這個應該這個時候這樣 可能是子宮肌瘤 那因為要開刀 他做來齊瘤 他就是看一個時間 好什麼時間 好日好時間 我去開刀 看的時候我說你這個運勢 好像沒有這麼久 這個時間會產生那個 什麼所謂的子宮肌瘤 這麼嚴重 我說有時候醫生 你看一個醫生 可能就要決定 你自己就這樣子要去判斷 好像很恐怖 我說你再多看一個醫生好了 結果我是說 紀念還是得到的事情 不然你也會看一個婦產科 不一定只看腸胃科 他總要去看婦產科 婦產科一期 你就知道他一定要先嚴重 當時他來的時候 他們問了一些 他問說這是懷孕 結果一查噪音 播一集說懷孕 你看他 這也太離譜了 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 他自己會懷孕 因為他為什麼 小孩很大 他已經要五十歲了 他怎麼會想到 不是之前那個醫生太扯 不是他扯 所以說 因為他沒有想到 後來真的 結果已經算了 你感覺的 已經覺得有辦法了 所以說 他是不可能可以拿掉 所以那個小孩是生下來的 後來有在想啦 有在想說要去 去告那個醫生 這告得成喔 郭律師 這告得成吧 但是因為他都沒有做任何的醫療 因為他跟他說而已 只是要幫他用時間 所以他沒有做任何醫療 所以他只是說 為什麼會有醫生這麼糊塗 對 所以他說 他說好理教材 有來問老師 老師還在一句話 跟他建議說 不然你再多看一個醫生 就這樣子救了一條生命 這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這如果還懷孕九個月 如果腫瘤 不然裡面一顆撞到 有哪兒死過 對啊 太離譜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是發生在樓頂 文婉曾經遇過 你自己親身的 對 我自己親身 那個 那時候 應該也是幾年前 我女兒那時候 大概才念小學的時候 然後有一天 我也是像這樣 錄完影之後 然後就要回家 我想說他一個人在家 我怕他沒飯吃 反正我就是回去送飯這樣 就在大中午 然後陽光明媚 天氣非常好 然後我這樣開車 上山的時候 突然間對向 反正就是 就是突然就往我這邊撞就對了 然後後來他撞到我之後 反正那剎那 我只覺得天啊 就人身走馬燈 因為所有的玻璃都噴進來了 然後後來我就回過神來的時候 那個人還從車上下來 搖搖擺擺的 然後看我一眼 然後又搖搖擺擺 就走回去 但是那剎那很明顯的 他就是有酒味 有酒氣 好 然後他就就就開走了 然後我當然就開始那個什麼報警 然後什麼各方面各方面的 後來那個人在三下被找到 他就是已經反正就是有一點點 對 ㄎㄧㄤ了 然後也可能沒有辦法再開車了 然後當然就是順利的找到人 那我們就進行所謂的 這個協商的部分 因為要進入官司 他酒駕照逃等等這樣 那那時候我們還到這個律師樓 去談就是說你要怎麼賠償 那他有什麼相關責任這樣子 好了 反正談了 大概就是已經大肆敵定 因為本來就是他那個很明確 是他的責任嘛 結果後來呢 就是在這樣談完之後的沒多久 我記憶中大概隔一個禮拜吧 突然間我就接到電話 你知道嗎 我先講 我那個車子後來估的結果 因為大概我的這個駕駛座的 應該那就是左駕的部分 幾乎真的就是毀得差不多了 所以大概修理起來要二十幾萬 後來呢 那當然就是大家協商 你當然要負責賠償嘛 好 然後呢 隔了一 就是談完了之後的一個 一週之後我接到律師的電話 就說這個案子已經不起訴 就是撤掉了 我想說為什麼 怎麼會 都已經談好了 怎麼 這就沒了 罪證確鑿啊 他說沒有 因為對方人過世了 當然就不存在 我說怎麼過世 怎麼會過世 這真的太晴天壁地了 他說沒有 他燒炭就是輕生 他輕生了 我跟你講那個當下真的 我那個心裡 你知道 那個是永遠我的噩夢 我只覺得說天啊 怎麼一個生命就這樣沒了 然後呢 這個是心裡的衝擊 我就一直覺得有一些自責感 因為後來因為在那次的協商當中 他的家人有講說他有這個憂鬱的傾向 然後呢 常常就是想不開 所以就要必須戒酒交仇這樣子 好 那我就覺得 這個是 那當然感覺上這個事件是最後一根稻草 好了 這個已經讓我覺得心裡負擔很重 那呢 忽然間呢 我回過神來突然想到 你三十萬怎麼 對啊 沒有啊 對 我自己要擦屁股 真的 所以那件事情 讓我覺得我真的有夠思維的 你又被撞 又被撞 對 然後他又酒駕 對 然後他那個 你就 他又沒有辦法賠錢 他又沒賠錢 然後再來又輕生 他輕生 你好像又有責任 對 又感覺說 我好像是最後一個是不是心裡壓力 所以那個那陣子我就一直覺得 天啊 烏雲罩頂 就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這 也是要這樣 曾大哥 你真的可以斜槓了 我覺得你很厲害 真的 你看看周老師有學到一些 真的很難受 真的 真的 好 那這個郭律師這邊也有案例 是酒醉的女行人闖紅燈被撞 對啊 這現在不是說路上遇到三寶很可怕 有時候我們開車好好的 也會遇到很可怕的行人 對 就是我有個案件是這樣子 他 他跟太太就是晚上吃完飯了 要回家 然後很開心啊 就是在路上就聊天啊 那全面的十字路口過完之後 右轉就是自己家了 所以他也不用開快 反正就快到家了 對 慢慢開 慢慢開 然後放著音樂啊這樣聊天 好 要過這個綠燈 要過十字路口的時候 正要過斑馬線 就看到一個女生穿著白衣服 然後就照到他的時候 已經在車頭了 來不及 就是在一個拳頭 跟車 一個拳 一個手臂的距離 但你看到的時候要踩煞車 已經來不及了嘛 所以一定會撞到 那他撞到就撞到旁邊去了 那怎麼辦 趕快下車 趕快叫救護車 救護車 那那先生也下去去看啊 說你有沒有怎麼樣啊 他還有回 那個女生還有回話一下 但因為這個時候是我們這個向 這個路 這個方向還是綠燈 對 晚上 後面還有車子要過來 旁邊的路人在講 就揮手啊 說有人 有人車禍了 倒在地上 要停下來 但是因為後面那台車超速 他其實看不大到 對 到底前面人在幹嘛 就把他捏過去了 所以後面一台車就把他捏過去 人咧 走了 撞去了 撞一下 又後面一台車捏過去 大概沒幾個人可以撐撐得了 這樣子的人 對 天啊 就走掉了 那怎麼辦 這這裡要怎麼辦 我們現在就是很尷尬 因為我們現在有個帝王條款 對 沒錯 只要行人在斑馬線上 他就有路權 不管你是現在是不是綠燈 所以現在變成是闖紅燈的狀況之下 撞到 你只要撞到 就算你是綠燈 那也會講說你行經這個十字路口 就是要減速慢 想說 我相信他一定是開得很慢 而且我們看那個行車紀錄器 我們都有在開車 每天在開車 我看到說根本就來不及 所以被追究的是第一輛車嗎 第一輛車跟第二輛車都被追究 都被追究 那當然這個第二輛車 那個他的錯就沒有問題 因為他超速 他一定是沒看到 那他一定要是負責 所以他都認罪要賠錢幹嘛的 但是第一輛車會覺得說 我沒有超速 我綠燈 我有路權 是這個行人 他喝醉了 然後他闖紅燈 然後呢 因為剛好那個狀況是晚上 然後對象剛好是 他們是好像是紅燈 在等一個左轉還是右轉 那所以對象會有車子停下來 然後汽車你知道晚上有車燈 所以是逆光的 所以這一個女生在闖紅燈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不到他 逆光 逆光 等到走過來 我也剛好到這邊了 我根本就來不及 是 但是 所以兩邊的責任是一樣的嗎 當然不會一樣 因為有違規跟沒規 沒違規其實差蠻多 有違規他要付絕大多數的 以為說第一輛是違規 第二輛是違規的 所以他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以為說帝王條款 像最近有一個 鄭大哥也是 我就覺得說天啊 要是這個怎麼會遇到這種事情 他是在臺北市 然後他是為這個太太 他是從家裡出來 車庫 我們一般他可能車庫是都有一個斜面 對不對 開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開出來 然後再出來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死角 開出來的時候絕對看不到 他說他出來的時候 到這裡的時候 他覺得說他怎麼搞了東西 然後撞到東西 他下來之後一看不得了 他撞到一個已經八十五歲的老婦人 當場也告得也右手跟右腳 所以是骨折 他傻眼 然後趕快就趕快送醫院 結果第二天那個走了 走了 所以他就變 天啊 他說真的 他是車庫出來 老實說真的 我們如果有開車的人 知道 其實他有相當成多的死角 結果是怎麼知道 他不是說像他走路過去 他可能有點闖紅燈 這個是一個老太太 她八十五歲 他可能後來其實事後有去幫他做檢查 跟他發生什麼狀況 他昏倒 他好像是因為好像有什麼慢性疾病幹嘛 可能鄉鄉血糖不夠 還是什麼的 昏倒 結果他就這麼剛好 他就剛好車庫出來 去撞到 撞到 不然那個地方一定有一個燈 通常那裡會說一個燈 對 問題是他就昏倒 要搞過 偏偏他第二天走 結果你知道嗎 有罪 所以他是過失致死 過失 對 是起訴 對 我看到 昨天看到一個新聞 他是這樣 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載了一個客人在走高速公路 因為那個客人要坐最後一班的高鐵 他沒有坐到 他後來就坐計程車 結果他坐計程車呢 他跟計程車說 你那個充電器借我 因為他的 他的手機快沒電了 他如果沒有電 他到 到那個 到的時候 到車站 他沒有辦法聯絡 進入司機說 我現在不能夠找充電器給你 我現在在開高速公路 結果他這樣子兩個人吵架 吵架 乘客是個六十五歲的男生 他竟然跟他說 給你給我停車 在高速公路上 他瘋了嗎 這實在是 剛才這個也是 那個司機最後拗不過他 就在路邊停車讓他下 很危險 晚上 這個 這個 然後這個六十五歲的男生 竟然可能他也覺得晚上沒車吧 他竟然跨過那個路 很跨 然後要中間不是有那個種樹的 那個分割棗 他要爬過去 他還沒有爬過去的時候 這裡就有一輛車把他撞死 這輛車把他撞死了以後 後面又有三輛撞到那輛車 總共四輛車撞在一起 然後那個人被撞死 哪一輛車有責任 我覺得都很難論他們的責任 因為我們很難預期會有人在 高速公路上 人走是不能走的 對啊 不能走 對啊 那可是這樣沒有責任嗎 過失之時沒有責任嗎 我就 我其實覺得那個帝王條款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好 這個事情啊 因為我有這個網路上看到一個叫做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的意思就是說 小事情你不要鬧大情緒 小事情鬧大情緒就會變成大事情 對 他就說有一個先生 他在刷牙的時候 洗臉的時候把手錶放旁邊 他太太看到以後就覺得說 他的手錶很可能會掉到地上 所以就把他拿到餐桌上 結果他兒子要去拿吃麵包 拿早餐 結果不小心把他的手錶掉地上摔壞 摔壞了 好 先生看到這樣很想起 把他罵他太太 罵他兒子 他兒子那天剛才要打電話 把他罵他心情很壞 打電話 然後這個他太太被他罵 也很不舒服 然後就帶著很壞的心情去上班 然後他這個後來就 就是不跟太太講話 然後哭 然後就出去上班 就上班才發現太生氣了 今天該帶的資料 要跟客戶簡報的 沒有拿 然後就趕快這個要回去拿 要回去拿 太急了 結果沒有拿鑰匙 沒有拿鑰匙 他就打電話給他太太說 不然你回來 幫我開門 太太當然很不甘心 那可是也只好回來拿 他去跟客戶簡報 人家客戶已經離開了 就損失一大筆錢 那你看 兒子連考又沒考好 你看 真的就蝴蝶 這樣一個情緒影響全家 記住我小事加大情緒 就會是大事情 對 損失本來可能只有十塊 你後來變成損失一百塊 所以剛剛那個計程車 那個事情 我就說那個是小事嘛 你幹嘛跟計程車司機吵架 你難道不能夠下來 再跟他借嘛 對不對 結果因為小事情 鬧大情緒 結果就他自己被撞死 被撞死了以後 那個人被撞到那個又越衰 對不對 撞到那個有衰吧 那到底後面又三輛 追撞上來 那那個撞死人的到底要不要負責任 我們在臺灣現在有一個這個帝王條款 變成說行人只要在路上 都有所謂的絕對的路權 即便他有錯 那即便有錯的部分 就會去論證說 那那可能是民事上的比例的問題 大或小 可是我們都會有刑事責任的問題 可是往往刑事責任就是說 你只要有一趴過失 你就要負刑事責任 所以如果是過失傷害那還好 可是過失致死 誰扛得起那個責任 你只要一趴 你也要負過失致死的責任 我們還要負錢吧 當然也是要負錢 刑事責任都還要乖吧 可能還要乖 如果和解當然就會緩刑 那當然有時候會看狀況 要不要判到說超過六個月 再看法官 法官都會去問說 你們有沒有和解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像 像剛剛鄭大哥講的這個例子 第一個車子撞到撞死 然後後面那幾個都有撞上來 第一臺車撞死的那個要不要負責任 對 在我自己看來 我覺得我們都有在開車都知道 這個入權是一個判斷過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是沒有違規的在自己的內線車道在開 其實我當然會覺得我就是要很高速開八十九十 甚至一百 按線速開車 我是內線車道 我可能要開快一點這樣子 那在這麼快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預期得到說有個人會走過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這種狀況不應該說用帝王條款來苛責 那個遵守交通規則的駕駛 因為高速公路就知道開很快 郭律師 你的自己的看法 可是我們的法律實務上 目前實務上遇到這種狀況都多多少少 還是會去判那個壯死人那一個負過失致死的責任 那過失致死的責任有多重 基本上你沒有判 如果沒有和解的話 就都會判超過六個月 那大概一年多 超過六個月是要關嗎 對 就要關 應該是屬於應注意而未注意 那是要怎麼注意 暗示醫療 高速公路 暗默默 那目前法院對於這種事情 就是判得非常的嚴苛 所以很多駕駛變得很難開車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遇到這樣子 奇怪的人出現在路上 那些被撞到 那些不知道要找誰 車也撞到 也怕到 人也撞到 還沒有強制責任險 也沒有任何的責任險可以幫你賠 除非你自己有車體線 對啊 周老師 這要怎麼 後面還撞三台 所以應該要去戒 為什麼呢 因為要怎麼因為再怎麼樣 我們在說有時候就是說車如果撞到 對 一定是有問題啦 所以說這樣又撞到嘛 如果車撞到 所以說買新車有什麼人都會去燒 去派派消音就是這樣 怕車 它有什麼問題所以 авось有沒有問題 有的就真的告到尿 為什麼如果告到尿 都要 一定要再去怎樣 會再一次 所以這就再一次 其實就是給你一個 心理上的一個叫做警惕 警惕你說你怎麼辦 被他警惕來的 應注意 要注意 不要應注意 不注意 要注意啦 你幾公分嘛 這沒辦法啦